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走勢 跟前幾天走勢差不了多少 就是在那邊跟你走震盪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高低一點大概就只有 大概50來點左右了 目前走勢呢 就幾乎在平盤附近對不對 那你看今天這個盤 跟最近這幾天的盤 有什麼不太一樣 就是維持區間了 是吧 那區間 我一直跟大家講 這還要走很久 那但是呢 當你這個盤是一直在那邊 走區間走區間 大家都會懷疑啊 到底台北股是不是做頭 這裡是不是高點到了 好 那各位 這個盤到底現在怎麼去做解讀 我們現在來看一個東西 你注意看 多空不是我們自己決定了 那這其實都跟國際股市 跟國際金融有關了 你仔細看 昨天美國商務部 他把美國第三季的GDP成長率 上修到5.2% 原本預期大概只有4.9% 結果呢上升到5.2%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說美國的經濟不好嗎 如果經濟不好 怎麼會把GDP往上修 對不對 所以呢 來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呢 昨天美股就是因為 從整個經濟面裡面來看 經濟沒有不好啊 所以呢美股全面開高 那但是呢你注意看 美股開高之後 比方說當盜窮 昨天在創新高還留上引線 高科技股也是一樣嘛 開高之後又走低嘛 有沒有 那廢半呢 昨天雖然是漲的 可是問題是 也都留上引線嘛 對不對 你從目前美股的走勢面來看 全部都在跟你走區間 都在走區間 那你會說 啊 美股都漲不上去啊 經濟面很好啊 有沒有 經濟也不差啊 結果漲不上去 我還跟各位講 到底股市的多空 怎麼去做界定 我們仔細看 其實我們昨天 我們這幾天一直跟大家講說 其實 現在那個深不深邪的問題 已經不重要了 現在大家在想的是降息的問題 對不對 那我昨天也跟他說過啊 不管你明年 有人預測明年降四次 有人說明年可能要降七次 不管 但是呢最起碼 明年啊 五月份啊 開始降息的機率來 高達到52%嘛 對不對 所以我預計啊 明年下半年都是走降息的路 那如果說你從這個角度裡面來看 我說你股市多空你怎麼看 你仔細看嘛 這都跟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有關啊 當初七月份呢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一直漲 那時候我七月初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你趕快賣股票 是不是 啊你不賣 我說句話盤大漲啊 你到現在為止一堆股票 你還等解套啊 所以呢 當時盤為什麼會跌 因為公債殖利率一直漲 那我十一月翻多的時候 為什麼翻多 我說公債殖利率應該差不多了啦 好 所以呢 這地方開始往下跌 有沒有 到昨天的公債殖利率啊 還在創近期波段低點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你公債殖利率上不去了啦 就算你跌多一點那邊走震盪 那明年 明年要降息嘛 所以呢 這個公債殖利率啊 未來預計啊 應該都還有低點 這都還有低點 好 如果以公債殖利率裡面來看 既然你上不去 美元不就是繼續跌嗎 到現在為止 你也仔細看嘛 美元已經創9月以來的低點了 這整個頭部都出現了嘛 那你去試想啊 明年會降息 這代表說美元還會繼續跌 我最近看了一個新聞 我看到有人說 哇那個黃金大漲趕快拿去賣 你賣什麼賣啊 笨蛋啊 明年的美元還會再創低點啊 所以黃金還會再大漲啊 所以你現在賣什麼賣 看得懂看不懂 差很多錢啊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從公債殖利率 再下跌 啊美元呢 也在下跌 所以我說 這裡是多頭啊 當然可能市場會有一些些雜音啊 什麼叫雜音 我們來仔細看 昨天有兩個聯準會的官員 對未來的通膨啊 看法不一啊 其中一個講說啊 認為通膨正在穩定的降溫 那另外一個就講說啊 我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啊 就是說 認為啊 尚未有足夠降溫的跡象 所以呢 還是要保留升息的選項 以防通膨復燃 我說實話 這樣子講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不對啦 總不能說讓通膨 又出現起來 然後呢 再去做壓抑 那更麻煩啊 可是呢 你注意看啊 什麼叫做 未有足夠降溫的跡象 就是說 你要證據再多一點嘛 對不對 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講啊 接下來通膨會不會繼續再降 我說你看油價就知道了 昨天油價是有漲起來了 漲個1.7% 可現在在831嘛 你12月公佈在CPI之前啊 他是看11月份的油價嘛 對不對 你看啊 10月份油價均價在88塊多啊 CPI PPI都降下來了 啊你現在11月均價在81.5 那怎麼會不降 還是會繼續降啊 就是說那個數據還沒有出來之前 很多官員他可能沒有辦法說 很明確的跟你講 就怎麼樣就怎麼樣 但是呢 你既然要數據 我跟你講喔 今天晚上就有一個數據 他叫做個人消費支出嘛 就叫做PCE支出 那是聯準會最重視的一個通膨的數據啦 那你前面CPI也降啊 你PPI也降啊 那你說PCE不降 一定會降啊 好那接下來呢 除了PCE呢 還是會降下來之外 接下來就等什麼 你看喔 今天已經11月的最後一天嘛 30號嘛對不對 那這個PCE我預計啊 應該是降下來 那接下來就等什麼 等12月12號的CPI再公佈嘛 那我們剛剛說油價 他都跌下來啦 所以呢這個CPI也會降啊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不可能再升息了嘛 對不對 好那各位 你要注意一個重點 11月30號今天晚上公佈PCE 接下來12月12號公佈CPI 欸你有沒有發現啊 所以最起碼這個地方啊 還將近有快要 一個多禮拜 快兩個禮拜的時間嘛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測標就起啊 這兩個禮拜是空窗期 今天晚上公佈PCE啊 12月10號公佈什麼CPI嘛 好那時候不用看那一定降了 但是呢 你有兩個禮拜的空窗期 那你又沒有通膨數據怎麼辦 我想股市還會繼續再走震盪啊 所以當初拉起來我就說 哦這後面可能整體時間會拖長 原因就在這裡啊 但是我今天就測標寫啊 當今天PCE公佈出來之後 他應該是利多 但是不代表說這個盤他會去走攻擊哦 好為什麼你注意看哦 我最近有跟大家講籌碼面的問題嘛 外資我們昨天上節目的時候 外資空單只有附得149口 自營商選擇全空單呢 補了18000多口也只剩下2000多口 對不對 好那各位你注意看哦 經過昨天的震盪之後啊 又來了 外資昨天空單啊增加4328口 現在總空單4478口 沒有說非常多啦 但是呢 最起碼他還是比較偏空嘛 因為指數真的漲多了嘛 自營商昨天的空單呢 自營商選擇全空單增加2萬口 來到負的2萬8嘛 你會發現到啊 哎怎麼搞的又來了對不對 那可見的說以法人的觀點來看 這不是要走攻擊啊 還是會繼續盤 而且呢我預計啦 我們剛剛說嘛 從今天晚上PC公佈之後 到12月12號CPI公佈之前 它是空窗期 接下來這個空窗期的時候 我要提醒你哦 我今天其實早上 我們在Light Edge裡面 我們都把這些重點寫給各位了 接下來這個盤 那個震盪會很大 震盪會很大 為什麼震盪會很大 我跟他說啦 我一直跟他講嘛 接下來下一步的攻擊時間 應該在12月上旬之後啦 盤也不會升息了嘛 CPI要繼續降 那正好是有利於整個股市 繼續再往上攻 為什麼 當你看到通膨還在繼續降的時候 又不升息 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一定繼續跌啊 所以這指數還要繼續攻啊 只是說你短線漲的比較多嘛 所以現在都在走區間嘛 對不對 那問題是PCE公佈之後呢 到12月12號的CPI公佈之前 空窗期的這一段 我跟你講那個震盪會很大 那個震盪會很大 你從整個法人面的 期貨選擇權的倉位 你就可以知道 他們並沒有說這裡是攻擊盤 所以呢 如果這個地方開始 區間震盪比較大的時候 我可以跟大家講 還是多頭 還是多頭 但是呢 這種震盪盤 它都先走個股的表現 個股我待會跟大家講 但是你這裡你可能要注意一個現象 如果這個盤它震盪比較大的話 代表說它應該是在洗愁嘛 對不對 好那我要跟你講啊 你注意看哦 如果這裡震盪大一點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哦 有些股票可能還會上破端低點哦 那壓力還會出現哦 你看哦 指數 指數漲了1000多點 結果呢 有些個股到這個時間點 你看哦上不去 它就是上不去 結果到現在為止 你看嘛 整個重要的均線全部跌破嘛 現在離前低的 前低的位置去啊 沒有差很遠嘛 對不對 那你去試想嘛 如果台北股是大漲 你的股票都上不去 如果說股市震盪大一點 稍微有 有時候稍微會有壓回嘛 對不對 合理啊 那如果說 指數漲你的股票上不去 那指數如果是跌的話呢 我還是提醒你哦 這些股票 破底的風險還是在哦 你讓發現到到現在為止 很多個股都上不去啊 指數漲你上不去 指數跌呢 你搞不好會破底哦 這你自己小心哦 因為這些股票 當初在7月份的時候 市場一堆老是跟你講 趕快買AI 然後每天都在買AI 我跟你講你趕快賣吧 我有說錯嗎 真的啊 你自己看嘛 我也跟你講 今年你不可能解套了 對不對 如果在破底呢 破底就洗籌碼啦 不是嗎 因為籌碼太亂了 所以我可以在這裡 先跟大家預告 12月份我會去買AI 我等它跌啊 你又真的要去 想要去反敗為勝的 你自己去把握那個時間點 OK 好那重點來了 那最近這種盤是我就說嘛 接下來那個震盪會開始加劇 法人也沒讓我們看到它要走攻擊 所以呢 從PC公佈之後到12月12號的CPI公佈 這中間的空裝期那個震盪會很大 它主要在洗盤 所以呢 我最近就有跟各位講過 這盤怎麼做 7月份跟你講片線叫你賣股票 你不賣 你看到現在為止你還在等解套 11月初我跟他講 這裡開始要足底洗衝嘛 你準備低階嘛對不對 低階的目的在幹嘛 準備12月收割嘛 我跟他講12月一定有行情啊 是不是 那重點來了 那現在盤怎麼做 最近這種盤是 你看 我說多頭不是問題重點在輪動 對不對 你看最近輪動很快啊 一下生計啦 一下觀光啦 一下軍工啊 一下航運啊 那甚至於很多電子類股也是一樣啊 你注意看嘛 很多電子類股也是一樣啊 等到漲上去你再來追 融資創新高可是就沒上去啦 有沒有 你看哦 有一個個股就跟著你震盪嘛 你現在融資 只要一漲融資就增加 現在也沒有上去了 很多個股都這樣 你看他拉上來之後呢 就開始走震盪啊 對不對 而且這種震盪盤啊 如果說這種盤是啊 接下來 這段工商期有震盪加劇的話 我跟你講 你可能要小心 有些個股可能會有回馬槍哦 因為你漲多了嘛 如果震盪的話 稍有回馬槍 結果你都是追在高點了 真的啊 我預計很多個股 你可能要蓄反哦 他會不會 有回馬槍出現 所以我說你不要亂追啊 真的你不要亂追啊 除了有些個股高檔的股票 有回馬槍之外 AI的個股我認為 破底的風險還是在 好所以呢怎麼做 我昨天跟他講 輪動過快的操作策略在哪裡 重盤哦 你想辦法讓自己做教啦 你知道你現在的問題在哪裡嗎 你賺不到錢的原因都在哪裡 在低檔的時候你都不會買 可是低檔都是法人在 在低檔買進啊 對不對 等到漲上來之後 你把你的成本墊高嘛 啊越漲了你就會越追嘛 那就稍微有一點震盪 你成本在高點了 結果就賠錢了 是不是 你從AI的角度就可以發現到 好 當然你會這麼說 你會想說啊 老師那到底要怎麼去做低階 你注意看哦 我一直跟他講 我持股不多 我也不會去把那個組別分一堆 給你買個二三十檔股票 我要讓你去猜看看 我說沒有必要了 真的沒有必要了 這個時間點哦 因為你現在這個多頭 還會延續到12月 只是現在中間有一個空窗期 這空窗期那個震盪會很大 但是呢不說 不代表說這個空頭結束 這個多頭結束哦 你放心啊 那個哪時候到高點 我也會告訴你啊 你想想看去年年初那個高點 我跟你講你不要亂買 今年7月份我也叫你不要亂買 低檔到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做低階嘛 對不對 既然你後面還有多頭 你低階的股票 他自己會衝出去 真的嗎 低階股票他自己會衝出去嗎 好我們來仔細看 有沒有衝出去 你注意看嘛 之前我們低階系列嘛 對不對 323附近買 結果創新高啊 你有沒有發現 到今天還在創新高啊 你當初買 你當初想要撞波段 你低檔買就好啦 你何必等到 創新高再來追呢 都在幫別人抬轎啊 是不是 好你再注意看嘛 當初我低檔跟你講的時候 威風店嘛 210到212嘛 漲停板創新高之後呢 你有沒有發現到 到今天還在創新高耶 這不叫波段這叫什麼 你怎麼能說啊 今天追完這個啊 如果不行啊 趕快再換再去追別的 看能不能追到哪一檔 能夠突然再漲上去 都在浪費資金啊 所以呢 你低檔買完 都在創新高 之前的立志也是一樣嘛 低檔買完再創新高 精彩也是一樣嘛 低檔買完再創新高 對不對 好 這是前一波先漲的一些高價股 那我也跟他講過啊 你高價股上去 後面中低價股 那個比價效應就出來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中低價股怎麼做 你去看喔 11月21日我跟他講嘛 大底完成下一檔的攻擊股 我是建議你啊 這個時間點 你就盡量把你成本壓低嘛 對不對 好 11月28我就跟他講啊 這個地方在做什麼 洗盤加甩叫啊 這幾天要走攻擊了啦 你再不買你會來不及 結果這檔個股呢 昨天創新高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今天再創新高 我們直接公佈啦 你去看啦 怎麼樣低接嘛 這是加金 這是加金 有沒有 提早跟你預告嘛 要創新高的股票 他就要加金 所以咧 今天我讓你看到 再創新高 我們前面先低檔佈局 是不是創新高 你看指數走震盪喔 可是有些個股已經開始 準備要走攻擊了 對不對 好 我昨天在跟各位講這檔個股的時候 我怎麼說 我說這檔個股會創新高 接下來這檔個股 他也準備創新高 為什麼 因為這兩家公司是母子公司啊 我昨天是這樣講嘛 對不對 我沒有時間減VCR 因為有時候我們這個時段 我講都講不完 你自己下去看 昨天我怎麼跟你說 你看嘛 11月23號我跟大家講 周縣起漲的訊號開始 補漲才要開始 其實周縣起漲訊號浮現了嘛 對不對 這才剛才要開始 這哪一檔 漢磊 OK 加金是漢磊的子公司 今天加金創新高嘛 漢磊會不會創新高 你仔細看 有沒有創新高 是不是開始低檔的時候呢 開始已經突破盤整區了嘛 底部出現啊 那接下來這類型的客股呢 他漲多少你就賺多少 前面有低點我就先叫你買 對不對 我們再仔細來看 11月20號我跟大家講啊 底部完成籌碼穩定 金繞手攻擊的股票 同樣一樣啊你看啊 不是說漲一大段我叫你去追喔 有沒有 法人也在接嘛 對不對 仔細看 美琴嘛 我們在15號的時候已經開始低接了 今天工長您 有沒有讓你看到 再創新高 有沒有 同樣你注意看嘛 我有叫你追嗎 沒有啊 所以你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到啊 我今天帶你操作的股票 不是說啊那個漲停板 或者快漲停板叫你去買 或已經漲一大段了 我叫你去追 當然了每個人的做法不一樣 可能我不知道你要什麼了 或許你喜歡那樣的個股 我說那都無所謂啊 你要追你就去追吧 你不要低檔你不買算了 沒關係我會員先買啊 所以你看啊 低檔買完 今天工漲停嘛 創新高 對不對 之前的漢磊也是一樣嘛 第一檔買完之後呢 今天已經突破盤整區 結果讓你看到 創新型新高 對不對 再來呢 加金也是一樣嘛 第一檔買完之後呢 今天也在創新高啊 是不是 接下來那種底部完成的股票 後面波段就看它怎麼走啦 對不對 就類似這樣子啊 第一檔買完創新高 第一檔買完創新高 你看啊 不管你大小資金都一樣啊 第一檔買完再創新高 有沒有 有沒有 第一檔買完 這是前兩天的 早就創新 現在也創新高了 犀利第一檔買完再創新高 我跟你講啊 接下來啊 過這一兩天啊 準備換紅達店創新高 我買在48塊 我就跟他說啊 這種盤忽長忽跌忽長忽跌 輪動很快 那怎麼辦 怎麼能說買長什麼你都有嘛 你沒有那麼多資金啊 你不需要這樣子做啊 所以到今天為止 你就會發現到 我們都是在低檔的時候呢 把你的成本先壓低嘛 等到漲上去之後呢 你都沒有追高的疑慮啊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每次低檔你不會買 等到漲上來之後呢 你想說有機會趕快買趕快買 結果都追到高點 我們沒有這樣做 到現在為止你仔細看 都讓你看到一個波段啊 有沒有 都是一個波段啊 都是一個波段啊 全都是波段啊 小資金的一樣嘛 低檔買完都在創新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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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就說啊接下來 應該是換紅達店了 所以接下來這種盤 是震盪很大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啊 你那些創新高 你那些你去追高的股票 你要預防它會有回馬槍 那你AI的個股呢 因為籌碼太亂了 所以還有破底的風險在 當這些個股漲上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獲利完之後 我跟他說嘛 等到12月份 我看那個AI的籌碼洗得怎麼樣 到時候我要買AI啊 你什麼時候要解套 我問你啊 你什麼時候要解套 台北股是大漲喔 結果你的股票到今天為止啊 還有破底的危機啊 人家都在賺錢 結果你現在還在賠 而且這一賠下來都賠了三四成啊 有沒有 這個個股到現在為止你都賠了三四成啊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看你自己啊 那低檔你不買你就不要買 反正讓我們會員買嘛 對不對 很多好的股票你不去做低接 等它波段走出來之後呢 不管它漲多少你都是賺 所以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個股都這樣啊 低檔買完之後呢 你看嘛 是不是繼續再往上溝 是不是 好啦這些都過去了啦 因為你低檔都沒買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建議你喔 我昨天跟我講一檔個股 說營收成長喔 週限啊 因為如果說從週限來看 這是真的修正完畢喔 以週限來看 下個禮拜應該是要走攻擊的股票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 如果說你從基本面來看嘛 去年賺六塊二嘛 然後呢 今年第三月賺四塊五 所以今年營收並沒有衰退啊 是不是 好所以咧 我就說啊 下週它要走攻擊嘛 會不會走攻擊 我跟你講從日線來看喔 這地方已經開始 日線已經開始要動了 日線開始要動的目的在哪裡 就是準備週限要走攻擊 所以你要去找一種 能夠低檔買完 能夠走出波段的股票 我建議你啊 接下來的股票不會等你喔 你自己要 好好把握那個低檔啊 因為那個低檔錯失了就沒有了 到底要怎麼做才能夠贏 我還是跟你預告啊 這盤要爬很久啊 我那時候有跟他講嘛 12月應該12月上旬之後 才會再繼續再攻一段 所以接下來 今天PCE公布完之後 中間的那個空窗期啊 震盪會非常的大 那你去追高的 可能你就自己注意啦 反正低檔到的時候 你放心 那個低檔我一定會帶你去買 後面走出波段的時候 我就是要讓你賺他一段 所以呢 你能夠認同我們的操作方式 我建議你喔 下一檔個股啊 你要好好把握住 當他那個波段走出來的話 你會少賺很多喔 所以呢 認同我們的體驗價 不增加你的負擔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 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來到現場 剛剛我們跟大家分析過 從PCE到整個CPI公佈之前 中間這一段 後面的震盪會很大 所以有些高檔的股票 可能會有回馬槍 那甚至於AI的個股 你要預防它那個破底風險還在 但是這還是多頭 走個股表現 像我們今天很多個股 都在創新高 有沒有大資金的股票也創新高 中小型資金的股票呢 也都在創新高 全部都低檔買完再創新高 而有這種創新高啊 代表說 它只不過是底部出來之後 才剛要去走波段 所以呢很多好的股票 你要想辦法先去做低階 那後面你才能夠去賺它一段 那你能夠認同我們的方式 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體驗架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請來網路詐騙猖獗 盜用蕭村元老師照片及簡介 收取不當之會費及開課費用 詐騙投資人 請投資人不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 請撥打運達投顧公司電話確認 以免權益受損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在乍他後 成為的 對方 國家 提供 提供 北方 北方